又到了我们说书的时候啦 hello hello 嗨嗨嗨 欢迎回来每个礼拜的小题大作 上个礼拜呢 我们聊了关于八字的互补 跟八字不合这件事情 那么这个礼拜呢 还是大家最感兴趣的感情话题 之前呢 常常会有客人来找我们说 想要看看他们的前世今生 那关于前世今生 或者是再续前缘 这件事情到底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很多人问说 我跟我老公到底是什么冤仇 我跟你是什么冤仇 对 然后就是前世注定 没有注定你要来投胎做我的女儿 我之前跟我妈讲说我也想要进奇门证 应该是说我之前都问我妈说 我们上辈子到底是怎么样 然后她进去奇门证的时候有没有看 你知道我妈回答什么吗 她说她不敢看 因为她怕她看了就不爱我了 没错 到底为什么会这样子 是啊 就像很多人问我说老师 你有没有看你跟你妈妈的姻缘 我说有啊 我没有进去看 但是我相信 我以前把我妈妈做成香肠 挂在竹竿上 那你觉得我跟你是谁做成香肠 然后还没讲完啊 所以呢我这辈子就被我妈妈拿的竹竿 打的半死 所以呢 我也不看 因为我非常爱我的妈妈 我入奇门证我也不看跟你的姻缘 对 我觉得来就对了啦 来就试了啦 甘愿一点 等一下你还没回答我啊 所以上辈子谁是香肠 你是香肠 还是我是香肠 还没看 好 反正你时间到的时候 就会入奇门证 到时候 你可能会巴刺说 妈妈我对不起你 我应该要更爱你 也有可能是反过来哦 你会不会知道 我们聊一下前世注定的姻缘好了 那也是大好跟大坏 有的就是很凄惨 他就讲说为什么他会这么凄惨 冤家是吧 冤家 应该这样讲 他一来的时候我就会看到他 虽然他老公没有来 我就看到他的光跟他老公的光是matched 而且是就是注定 注定 对注定 而且他们前几世 他老公救了他 所以那时候是他老公有太太 然后他是一个寡妇 但是他不能跟他结婚 他就讲好 有来世的话 就是有互相许愿就对了 对许愿 那现在必然怨恨哦 哦怨恨的怨 可是他就讲说像这种怎么样 你知道他就说 就16岁他看过他一眼就忘不了他 一直到22岁还是嫁给他 那这个就是注定的 他们的光颜色都是一模一样的 最重要就是他有三个儿子 然后他在菜场这个叫黄鹅 跟我妈妈一样的叫黄鹅 他被他老公打的真的就是 常常就是鼻青脸肿啊 不然就是手骨折打到手骨折 打到脸都破了 然后大家想你怎么那么笨 你怎么那么笨不会跑吗 他就讲说算了啦 三个小孩怎么跑 那就是继续做甘愿一点啊 就是他就是很甘愿甘愿一点 就是他两个小孩是大学 公立的大学 然后一个是做生意的 一个做皮革的生意都非常的赚钱 非常的孝顺 他老公四十九岁的时候 不小心就没有醒来 那后面呢 就突然过世 对后面的享福都是他自己 其实你看他到二十六岁 他还比他老公大一岁 市场都讲说 啊你服气了你亲眼了啦 可是他还是很爱他老公 他想到他老公他都还会掉眼泪 很好啊这黄鹅很好 我妈妈说只要他掉眼泪的时候 就会随便送葱啊菜啊 葱很高的时候要送葱啊菜啊 香菜我妈妈最喜欢吃香菜 所以说好了啊你再靠眼泪拿一倍来啦 哈哈哈 趁继续 眼泪一倍来 香肠给我一把啦 香菜给我一把这样子 那大家都知道 阿鹅做人都非常的好这样子 所以我特别记得这个人的这个 钱是注定的 但是我觉得他就是甘愿 那有人就是不甘愿 很多不甘愿来的时候呢 他就是要打官司啦 要争取小孩啦 我说你甘愿小你养的活嘛 他说不管 我就是让他不好过 甚至我要让他就是被关到死 可是他们一样是前辈子 前辈子许愿来的 对许愿来的 然后变很大的怨恨 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子啊 最重要不甘愿嘛 男生也不甘愿 到底不甘愿什么 我不懂你们前辈子就很相爱 许愿要来 那为什么这辈子没有办法相亲相爱 就是在前辈子的时候 他欠他 含冤 就是欠 就是说那时候就有愿 一个是没有怨恨的愿 一个是有怨 所以来的时候就那种怨恨带着就是想尽办法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一个大解释 他想尽办法 其实他老公并没有说外面有什么女朋友啦 他找他先生跟这个女生讲话 他就想尽办法去找对方的先生 就说你老婆跟我老公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对 油然 然后就吵的就是 他太控制狂了吧 吵的就是让他老公很白面子 他老公是当老师的喔 然后还变成就是没工作 他就是要让他老公非常的痛苦 所以这个呢 就是想不开 愿望变成怨恨 对 愿望 带着怨恨 其实有的是带着怨恨来喔 我也遇到过不是前世注定 他们前世是怨恨 可是呢 他们就是经过媒妁之言 然后后来两个又都有信仰 对 结果呢 后来就把这个怨恨放下 然后这辈子就好好的在一起 好的不得了 好神奇喔 好的不得了 所以真的相信 相信你所相信的 相信父母的 相信朋友的 相信老天爷的安排 你相信老天爷的安排 你就觉得说 好啦 没关系 这如果是注定的 那我们就好好在一起 甘愿一点 那比如说 如果说像我们这对 如果说像我们这辈子是母女 那这辈子有交集的话 下辈子还会继续有交集吗 以后谁都不是谁的谁 所以这种事情都其实很难讲 很难说 所以我昨天有发了一个 就说 就说你看我就说 我这个手受伤非常的痛 那我看到那个 我们的人民的保姆两个 就说就被被这样子 就生命就夺走 大好的前程生命就夺走 真的心很痛 然后就想一想 就说如果让你有选择 一个是交换票 一个是救赎票 那你要选的哪一种 朋友还有人选择票 我说择票喔 天堂不用 地狱用不了 所以不用选择票 其实到最后都是看你的功德部 看你的功德做多少 那我讲到交换票 假设说今天 你看有的人真的好过得不得了 家里非常有钱 他就是一直在 一直要死要活 脑上吊啦 喝药啦 然后割碗啦 这样就是一直要死 好命的不得了 一直要死 你看这个人民的保姆 却不小心就被这样杀死 对啊 如果让你来交换的话 你想一想 你选哪一个 你是不是要好好的活着 嗯 是不是 那你应该要救赎自己 还有想办法救别人 这样的来讲就是 你在你的人生 这一生里面功德就很多 到后来都是功德部啦 上去还是下去 还是重新再来 加分减分次是不是啊 对 其实就是看你的功德部 所以呢我觉得就是 一定要好好过 日子好好过 好好过日子 很重要 好 那我们再跳回就讲说 如果今天你是注定姻缘 不管好跟坏 像注定了 那就认了 你就认了 那我注定了 我就甘愿 我非常爱他 其实他也非常爱我 有时爱过头 会撞起来 然后互相再退一下 像我现在就在山上啊 认真的过日子 对啊 我爸妈最近可能 只要到假日啊 也没有假日啊 就是一个礼拜 就好几天都在山上 有工作我才下山 没工作我就上山 闭关啊 种花啦 呼吸新天空气 对 好好的呼吸 好好的活着 真的 今天也是有跟我妈讲说 那刚好要回来 那就录一下影片 录一下Podcast好了 我妈说好啊 反正就 我们现在大概也就 一个月录一次吧 然后说再说 我们已经迷提太远了 好好好 再说回再续前缘这件事情 所以是不是愿望不能乱许 对不能乱许愿望 但许了真的会实现吗 许了真的会实现吗 坏的会实现 好的很难 哈 好吧 所以呢真的 因为为什么坏的 当人在讲坏的时候 都很用力 对那个 诅咒人家都很用力 力道是很强 力道是很强 所以不要这样 不要用念力 念力可以杀人 有人想说 好我现在不吃 我从今天晚上不吃 我明天开始减肥 吃一吃好了 对不对 永远都是明天 永远都是明天 明日复明日 明日何其多 再说回原文的话题 对 如果呢 你对你的前世今生 也很好奇的话 那么赶快来 有我们的联系方式 欢迎来找我们 了解你的前世今生 但是大部分的情况之下 邢老师都会说 哎呀真的不用去 特别了解 前世今生的故事 其实我们之前有分享过 一个关于前世今生故事 就是有一个哥哥 他也是从小到大 只要看军人的电影 他就会哭得吸烈花 而且这个 很大只的男子汉 这个哥哥的访谈 但是因为收音不好 最后我没有剪 也没有放 原来是你没剪没放啊 对啊 因为那时候收音不好啊 总而言之就是 他排了五年 终于等到我妈了 结果我妈一进来 就是那个只有 家里人知道的故事 我妈就直接讲出来 你是不是直接说 你是不是看到 他没说他拉椅子 我说哎哇你看那个战争片啊 尤其德国片 然后你就哭的稀里哗啦 他说他听到这个时候 全身起鸡皮 他就觉得他自己家人知道 你怎么知道 对啊这就是 因为他以前啊 前几辈子是不是 对 就是在当军人的 在德国那边 对 所以呢好啦 如果你对你的前世今生 有兴趣的话呢 或是你有类似相同的经验 可能从小到大 只要在某 看到某个东西 或是有什么特别感觉的话呢 忘不了的事情 没错 我们来解决一下 好啦 留这方面的需求的话 底下赶紧来找我 只要我们的LINE App 或者到我的Instagram 来询问细节 好啦 先讲到这里了 拜拜 拜拜